24 哇 24 畢業了 害我剛買那麼多禮包 哇 41 41 抽到了 24加41 我總共才花 65抽 我就畢業了 等一下就是會抽一下 今天的這個新角色 暗星賀爾 然後他會是拿一個大砲 他有很多種大砲的型態 然後等一下會抽他 還有他的專屬藥蟲 他的專屬藥蟲是 這一隻妖精茉莉爾 然後他蠻特別的是 他是暗屬性傷害的 蠻少見的暗屬性傷害 他是跟正離差不多傷害等級的 因為通常正離就是一開始 大家覺得很強的那一隻角色 那現在終於有一隻 S級的角色可以媲美 正離的強度 只是正離他 操作比較難 但是賀爾的話操作比較簡單 因為他就是負責大砲 轟轟轟轟烂 可是如果你手比較殘的話 那個賀爾的話也是蠻 蠻好上手的 而且賀爾他因為大砲嘛 那個轟炸範圍蠻大的 用來打一些素材關卡還不錯 對啊正離給AI玩很強 所以等一下就是可以來試用一下 那這邊有新的活動 到9月5號前 迷蠻所歸處 喔這個就是賀爾了 好我們可以來用一下 普通攻擊是連續射擊 造成暗屬性傷害 哇嗚 然後再來是 技能1 技能1是機關槍 技能2是魔砲型態 然後技能3是砲壘型態 這個我記得是他主要的輸出來源 直接變成一個大砲 可是他變成砲壘的時候 他就不能 不能移動 所以要小心 小心他這個時候的 受傷的那個 狀態 然後奧義的話呢 可以召喚多門魔砲 啊人在後面啊 再來看一下他的新時裝 他也是出了一個新時裝 敗影蝶夢的時裝 變得很不一樣 都是黑白的 而且還有蝴蝶在飛 然後他的連招呢 我們可以先開2 再開1 導射 然後再開3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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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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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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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哇41抽到了24加41我總共才花65抽我就畢業了 這個就是那個赫爾的專屬藥蟲 這邊有當赫爾裝備的時候可以獲得 炮壘形態的神能消耗減少5點 然後砲擊的基礎傷害提高32% 因為剛剛有說到炮壘形態是赫爾的主要傷害來源 那剛好這個藥蟲都是加這個炮壘形態的傷害 這個專屬藥蟲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喚名一下 長大吧 孩子 長大吧 茉莉兒 這個聯系奧友有人在偷懶 NCOE 看一下誰在偷懶 他被拖著走 這個動畫怎麼那麼好笑 聯系奧義 他本來要開炮然後他就被拖的 他就被拖走了 赫爾坐上去然後就把他的大炮開走 吃我一炮 我們就是好朋友了 他的距離真的超遠的 簡單好操作 傷害又不錯 如果我是敵人我會崩潰 我去打架背一個大炮蘿莉 一個這麼可愛的蘿莉竟然拿一個這麼大的大炮 然後還背一個棺材是怎麼回事 好這邊就是 試玩的內容給大家看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抽一下 我覺得赫爾還蠻 值得抽的 操作簡單 傷害也不錯 要抽的話是建議連那個專屬藥蟲也不抽一下 就蠻夠的 而且保底術其實 恩 我自己是覺得這款遊戲 蠻好抽的啦 但我這樣講會不會有點 沒說服力 我真的是覺得 蠻好抽的啦 然後 藥蟲也不會歪 反正就是 花的不多 就可以抽到了 月卡檔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 不會花很多 就是每天慢慢存就好了 除非頂多 頂多就是 可能保底差一點點的話 就是買個禮包 也買商店的禮包 商店禮包送比較多東西 像這種 赫爾的什麼 特惠禮包 這邊買一買 好的 那今天就是玩到這裡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喔